64岁,210分钟,32,440余字,全程站立无休息,喝一次水,没有一个人能很轻松地对待工作,没有人不用付出努力,就能得到众人的青睐,目的都一样,责任一样,只是岗位不同,向习大致敬,这部秦老师前两天在崇明岛培训,转战又来到了北京,北京居然秋雨绵绵,空气中夹杂着雾霾,却有点江南秋天的气候,冷嗖嗖的。 看看有位小伙伴留言,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,word里面能不能让纸张方向调整横向的,方便有些表格比较宽,放在横着的文档纸张里面,应该如何处理,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纸场word问题,方法也不难,主要利用下一节分解符搞定,具体操作如下,新建一个word文档,将光标放在段落的末尾,然后在页面布局layout分解符breaks中,插入分解符sectionbreaks下一页next,如动图的操作,接下来注意,将光标置于 第二页起始位置,点击纸张方向orientation横向landsate即可,注意看动图操作,那如果第三页也要横向怎么办呢?直接在第二页基础上插入普通分页符breaks page by x page即可,注意看动图操作,那如果第四页又要恢复成数项的页面呢?记住,再次插入分解符下一页后,再设置第四页的纸张方向即可,看动图操作,最终效果如下,中间两张方向为横向设置。 总结,word的分解符是一种word的高级排版工具之一,你可以理解成分解的纸张页面,如本例,第一,四纸张为一家人,第二,三纸张为一家人,两家人有各自的页边,据纸张方向等排版方式互不影响。